随着全新补卫歌手杨乃文的到来,本周湖南卫视歌手2019在起新战局,在线歌手也逐一逐招反击,歌手2019第七期已于日前录制完毕,据悉,第七期的歌手阵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补卫女歌手杨乃文闪亮登场,升入人心男团踢馆成功正式入驻歌手之家。 歌手2019最新,第七期歌单即竞演排名曝光,杨坤挑战张国柔经典,吴清风翻唱松燕姿杨乃文惊艳不畏,歌手2019第七期歌单,波琳娜的奇遇一条日光大道,刘欢巴黎晴空下,挪威分离,法语歌,吴清风逃亡,小K,I see fire, 升入人心男团心脏,杨乃,网上有部分网友也预测了第七期的最终排名,八位歌手的演唱顺序位, 1.波琳娜,2.奇遇,3.刘欢,4.吴清风,5.K,P,6.杨坤,7.升入人心男团,8.杨乃文, 2月13日晚,歌手关威正式公布了第二位舞位歌手,杨乃文,再度引发观众期待,歌手2019最新,第七期歌单及竞演排名曝光, 杨坤挑战张国荣经典,吴清风翻唱松燕姿杨乃文惊艳不畏,喜欢华语音乐的观众, 对杨乃文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,1997年出道的他共推出过六张专辑,并发表了好几首个人单曲, 诸如陶冰,黎心力,女爵,正剧,ONE,SILENCE,都是他的代表作,2000年的时候,他更是一举击败王妃,莫文蔚,范小轩,张惠妹, 夺得了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,2017年又凭借黎心力获得金曲奖两项提名,妥妥的天后集, 而叶炫青加入了纳英的战队,就在最近的比赛中,纳英组要比出一个冠军了,得冠呼声最高的就是叶炫青了, 但没想到的是他却被淘汰了,当晚他和张碧晨合唱一首《胡桃瞎》字,他们俩的声线有点相似,两个人就像镜子,但是不少人反映张碧晨太强了, 叶炫青和他还是有差距的,网友表示,找了一个比自己强的辅助,扎心了,张大爷的实力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, 就连刘欢听了都忍不住说,真的是像镜子一样的在对照,我甚至都不太能准确的区分出来,这句话真是扎心了, 对一个歌手来说,这恐怕是致命的,不过小姑娘才19岁,已经为很多剧唱主提取了,前途不可限量,加油吧! 大家都知道,本周五中国新歌声迎来导师组内冠军争夺战,那英也亲自请来了自己的得意学员张碧晨,周深,张磊,梁博作为当场嘉宾, 同时在开战前那英在彩排时真的是煞费苦心去指导每一位学员,也不断帮助他们完善不足, 在经过多轮导师六次方魔鬼大逃杀后,那英组胜于四位得力唱将,分别是叶炫清、郭信、西米娜、伊高、李雅,就唱功而言,叶炫清持力是最强的,盲选一手从前慢征服四位导师,赢得四冲,还唱呼了刘欢老师,唱功无庸置疑,在唱功受到大家肯定的同时,叶炫清也是大家心中中国新歌声, 第二季的冠军人选,呼声最高的一个,在与杰伦战队人系学员李硕PK时,也实力战胜,虽然当时李硕唱功也备受大家肯定,淘汰大家都感到很遗憾,但路死在他手里也是想得通的, 本周五的那英组内冠军争夺战中,第三季冠军张碧晨实力帮唱叶炫清,周深帮唱郭沁,应该说张碧晨唱功和知名度都远远超过周深,加上叶炫清唱功也不在郭沁之下,叶炫清成为那英组内冠军是毫无疑问的,但有些事情不是顺理成章, 而是阴差阳错,那英组内冠军最后是来自湖南长沙的17岁的高二学生郭沁,不是小编对郭沁唱功持否定态度,郭沁盲选一首美络黎明凭借前进清澈的声音获得陈奕迅,那英的两冲,其后以一首传歌打扮流方战队的张碧晴,但叶炫清不及获得四位导师的好恶肯定,同时也是观众心中的冠军人选, 最后惨遭淘汰